台灣三軍總醫院腎臟科兼主任醫師洪永祥 在他的社交媒體專業發文 推薦了10種對腎臟有保護功能的食物 第一是魚油 魚類體內的魚油是一種優質的油脂 附含Omega-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具有抗發炎、免疫調節和保護心血管功效 還有研究發現 補充Omega-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可以改善血液透析洗腎患者的腎功能和發炎狀況 第二蘋果 蘋果附含多酚、維他命C、腺食纖維和果膠 具有抗氧化功能 洪永祥推薦腎臟病患者吃蘋果 並建議連皮一起吃 給各國腎臟基金會介紹說 保留蘋果皮會令抗氧化能力倍增 此外蘋果中的甲、鱗和鈉含量較低 適合腎臟患者食用 腎結石、血液透析和腎移植患者都可以安全食用 第三克木耳 血脂異常可能會加重慢性腎臟病 高血脂症是慢性腎臟病人常見的合併症 研究發現黑木耳有抗高血脂症的作用 採用黑木耳干預 可以令高血脂大鼠的總膽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水平 分別降低44%和66% 第四是藍莓 藍莓含有腐含發青素 有抗發炎和抗氧化作用 可以保護細胞免受自由基的損害 能提升血管健康 保護腎屍球的微血管 發青素還可以幫助調節血糖 對糖尿病、腎病患者尤其有益 還有研究發現 腐含藍莓的飲食 可以預防代謝症候群大鼠的腎損傷和腎功能障礙 5.乙伊甘藍 乙伊甘藍是十字花科家族的一員 它含有β-胡蘿蔔素 維他命C、EK 還附含纖維、蓋、鐵、甲等營養素 一項涉及大約120萬人的綜合研究表明 在美國受試者當中發現 十字花科蔬菜攝取量 和腎細胞癌風險情負相關 6.綠豆芽 綠豆芽附陷蛋白質、腺植纖維和抗氧化化合物 例如維他命C、E和多酚 有研究指出 攝取大量蛋白質可能會損害腎功能 不過附陷植物性蛋白質的飲食 可能會延緩腎臟疾病惡化 並預防心臟病和高血壓 7.橄欖油 高血滋是造成腎功能損傷風險因素之一 橄欖油符含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並具有抗氧化和抗氧特性 有助於降低有害的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紅永祥建議 橄欖油以低溫清炒或涼本方式攀煮 有助於攝取更多營養 8.大蒜 高血壓和慢性腎臟病患息息相關 研究發現大蒜中含有的大蒜素 能抗高血壓和抗氧化 具有腎臟保護作用 另一項動物研究顯示 大蒜素治療對腎功能有效 並且有降低高血壓和改善心臟功能的治療效果 紅永祥提醒 將大蒜剁碎生食 最利於攝取大蒜素 但對於胃腸道功能不佳的人 建議煮熟後再食用 以免過於刺激 9.洋蔥 洋蔥附含黃酮類化合物 是相當強效的抗氧化劑 可以抗菌抗發炎 2024年2月 Clinical Phytoscience期刊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 洋蔥皮提取物中的黃酮類化合物 可以預防腎病症候群 腎損傷 電解質失衡 並且可改善腎功能 洪永祥提到 由於洋蔥是相當優秀的抗發炎蔬菜 建議慢性腎絲球炎患者平時可以多吃洋蔥 10.小黃瓜 為了保護腎功能 飲水充足很重要 如果不喜歡飲水 可以吃小黃瓜補充水分 小黃瓜含水量超過90% 更膚含維他命A、C、E和腺植纖維 小黃瓜 更具有抗發炎和抗氧化的特性 有利於預防慢性腎衰竭、心血管疾病等 有一篇 1.0 1.4 1.1